加拿大女主播播新聞播一半 棚內卻響起蒼蠅空襲警報 雖然停頓了一下 不過趕緊當作沒事繼續播報 不過把這幕放慢看清楚 原來有小到盡頭都難以捕捉的蒼蠅 飛到主播嘴裡 結果她乾脆一口氣就把蒼蠅吞下肚 但吞下蒼蠅之後 她的心情已經寫在臉上 昆蟲飛彈來襲似乎已經成了加拿大的熱門關鍵字 因為一個禮拜之前竟然有蜜蜂找上安娜略省長 比蒼蠅還大好幾倍的蜜蜂 蜜蜂指導脾胃用手挖都來不及了 只是省長的表情效果似乎比女主播更高一籌 網友上說乾脆辦個比賽吧 可以參賽的選手還真不少 像是美國前副總統彭斯 還有這位體育主播 但是為了工作經驗遇到意外 房客還真只能往肚裡吞 TVBS宣傳的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